夹扮日志 带你一件事 同志的大小事 我刚刚还有跟肯定先聊到说 日本好像原本以为那个大趴 是冲绳那边在办的 他跟我说没有啊 冲绳那个小的要死好不好 没有小的要死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 冲绳的比较小 没有因为冲绳那一个派对 他其实一年只办两次 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 然后夏天他们通常是搬在冲绳的海边 就是他们可能是比较不好抵达 所以他们的人数不多 大概一百多个人 我自己觉得他们那个派对主打的是 想要走一种一年一度家人团聚的感觉 度假乌托邦 就去一个环境 对 有点像是毕业旅行的 哦 然后有船嘛 我看到有船 然后像冬天 他就是直接带我们去那个什么 东京的白马村 然后就去真的是 他包含在里面 就是白马村 然后他是滑雪爬 白天滑雪 晚上就在滑雪 那个场地 然后场地里面 就那个场地里面party 但是到时候我们会 把资讯都给迪克 然后迪克可以整理出来给大家 就是日本有哪些party可以跑 然后最新的一个是叫 Island 他就是这一次十月初 会有的一个party 哦 他这是主打 就是第二天晚上 客人进去的时候 是不可以穿任何衣服的 只能穿一条内裤 Dress code是underweight Dress code就是只能穿一条内裤 哦 可是这样进去不会 就是压力很大 就是身材焦虑啊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身材焦虑 可是就是一些ready好的人 就是会准备ready去hunting 哦 对啊 迪克不用担心 那边也会有熊的一个族群在 哈哈哈哈 你也懂我耶 你也懂我耶 我刚刚也可能说 迪克你不要担心你进不去 你不要担心你会焦虑 因为你根本进不去 这些派对会有身材限制的 那个招求吗 题外有话题话 没有 派对不会 只要你愿意进来开心就好 这就是派对其中一个 当然你不要带着去比较的心情 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身材中等 就一般人 然后但他进去跳的还是很开心 就是音乐 酒水啊 跟大家一起续集在一起 那个vibe对了就好了 而且因为大趴有一个特色就是 各国的人会会集 对所以就等于是你一年一度 你可以在那几个活动里面见到这些人 对然后很开心 今天这位嘉宾可以算是 我们空中飞人的代表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年会飞好几十次 就是可能会在各个活动中流连 然后可能会出现在派对现场啊 或是在一些新开幕的bar啊等等的 就是在整个亚洲地区跑透透 然后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对派对就非常的陌生 因为其实我们就我自己个人也没去过 然后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都是比较偏窄的 我们都窄属性听众朋友们在好奇到底大趴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过的 大家应该耳闻就是有时候 国外的比如说泼水节啊 或者说跨年的派对啊 可能在泰国在韩国 或者说台湾其实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FORMOSA PARTY 或是S2O等等的大型派对 白趴 我们是都没进去过啊 但他们就是像走灶咖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攻略这些派对 让我们欢迎Hugo跟Kenny Hello 我是Hugo 我是Kenny 今天他们两位刚从韩国的Moonlight Party回到台湾 热腾腾的带着第一首的消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真的是原地降落 我们今天早上才降落 而且我们现在身上的look真的就是 你们的机场look 对 到时候有封面罩应该就是机场look 我们真的就是回去躺一下然后就过来了 而且我们的帽子真的是很寒 很寒 一定要买帽型很好的那个 刚买的 我先问一下Moonlight Party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种派对 好抽象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Moonlight Party像是什么样的派对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般的 大家心中想的那一种Gay Party 只是我觉得韩国人对于Party的要求上 可能会再更希望多一点细节 比如说可能在服装的要求上 或者是在表演啊 男体 时尚度 时尚度 就是那种美感 会可能会再更要求细节 所以一样一次EDM人数 然后男体GoGoBoy 然后酒水 呃不是EDM 是Circuit Music Circuit Party 比较是Gay主流文化会去听的 就是大家比较能接受 因为EDM有时候就是比较反复那种 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不一定能接受 然后刚刚Hugo提到就是Moonlight Party 我自己的解读是就是他讲的没错 就是他极度物化男性 就是你看到那个海报上面都是最主流 最性感的难题 心脏力就是爆炸的那种 如果大家可以搜寻IG就是Moonlight 他们有一些很多视觉 就是月光的那个Moonlight 对对对 M-O-O-N-L-I-G-H-T 而且他们还有一点是 他们会找同志网红来各国的 就不一定只有韩国 就是上面会有比如说泰国、台湾、中国 各式各样 就是我觉得他们把这整个派对的视觉感 拉得很高 就是他感觉已经是在做一个 品牌 时尚品牌的感觉 就是他甚至连logo 你看像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手环 手环他是自己做的 这也是他们派对的logo 真的假的 他身上的衣服 我身上这件衣服 你转一下 他后面也是就是都设计的 很好看 我跟你讲 他们连工作制服白色的都是好看的 就是他们整个从你进场 然后包括他们的扇子 包括他们的所有视觉跟整个氛围都是很憨 他们还自己做手环 对他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给VIP套票客户 会得到的奖品 他还有那个项链 就是一样是这个logo 然后他还有送那个什么防水包啊 然后什么扇子啊 衣服、毛巾什么的 哇天哪 这个现在派对都要搞到这么大规模 而且如果他这个东西做起来 这个品牌做起来 他如果要拉出一个品牌服是其实不难 嗯 就他们的logo 如果他直接变成就他刚才讲的 他附线开始卖东西的话 他就等于是用这个服装品牌去打他 一整年度的party广告 他等于说就直接是最大型的实体活动 对啊 我们好商业哦 我以为大家会抱着一个很娱乐性的角度 在看这些派对的部分 你们还爱玩派对吗 现在全世界各地的gay派对等等的 嗯 你是说我本人吗 你本人啊 我本人家就是对于派对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哈哈哈哈 我觉得在抱持一个工作的心情 我怕大家会误会Hugo做的那个意思 他工作当然还是都很专业很努力 然后他party下面的时候 还是可以enjoy跟朋友一起快乐的部分 一些hand out 但并不会像大家一样那么期待 包括我 我不会那么期待说我要去参加那个party 我超high 我超high 我懂 就有点像是那种职业的剪辑师 他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欣赏一部电影一样 他会在那边算几颗镜头啊 在那边转场啊 想说他刚刚那个剪的对吗 是偷懒 是特效是绿幕吧 不是真的人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对于派对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说我要enjoy这个氛围 有点像是说我们有点点在挑剔 嗯 我懂 他出球的时候我们就会互看 然后就嗯 嗯哼 然后或者是想说这个音乐 嗯哼 是用之前的cham吗 对 就说这个beats好像有点老哦 这种 你们都是点评家耶好可怕哦 或是有一些dj就是 oh never enough 这首歌可能在整晚出现了四次 哦 因为就是虽然很有名 然后再加上电影 可是虽然这是也太多了 之类的 或者是那种例如说当年红的歌曲 oh unholy 一整晚就可能出现了两三次三四次这种 哦 嗯 就是大家会已经听你 可是 比如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可能参加过很多party 但是对于一些刚来或是第一次参加的 他们会觉得说 哦 这些歌对他们来讲比较熟悉 可能会有一些 可以找到一些认同感嘛 嗯 可是我们就会听到的反而是觉得说 嗯 他怎么好像没有心意 嗯 比如说他应该要加入一些新的歌 或是多一些其他 让我们get到说哇 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mix很厉害 了解 那你们现在strawback到就是你们第一次去派对的感觉 你会想到新进的一些嫔妃们刚来到我们派对 你说第一次嘛 第一次参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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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当表演者都还不适合 都还不适合的时候 是观众进去的时候 哦 我不讲其他人 我讲我第一次好 好 我第一次去表演那个派对的时候 会觉得哇天哪 同性恋真的有办法可以在一年一度的那个时间点把身材ready好 嗯 你懂那个意思吗 他们立刻状态是正确的 他可以为了这一个派对 我就是控制饮食 我就是很认真的把那个身材给练好 就ready for这个派对 是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让我觉得厉害 哟哟哟哟 BUR 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gogo way有时候觉得 到后来说宝贝你又变重了 我这次吃好多 我又胖了 你看我的脑肌超明显 就拉不出东西 然后还硬要拉 黄就是披 我想说 赶快帮大家点一批真奶 大家不要这么辛苦 然后自己在后台吃鸡胸肉 有 然后就会说算好了没关系 然后拿一盒凤梨书 来你的礼物 心机好赚 因为我们国际趴有趣的是 大家会交换那个伴手礼 可是那个伴手礼基本上呢 没有在低热量的 而且我们就是一开始 原本大家就还不熟的时候 就会送那种凤梨酥啊什么的 我们后来很熟之后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找热量越高的东西越好 想害对方 例如说可能像中国他们就会 有人就会送我就是肉松奶被 它就是两片那种古早味蛋糕 然后中间夹着美乃滋在裹上整个肉松 整个又裹上那个美乃滋在裹一层肉松 听起来很好吃 那你会现场吃吗 他们会逼着我现场吃 这真的很好吃 但是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是空运的 你有没有看过之前有拍那种影片 是那种很害怕的 有人一直拿 有有有有 然后你就这样 例如说拿一个蛋糕这样咬一汤匙 然后就看到递过去的时候 全部人就这样 然后每一个人只要一汤匙一靠过去 就是那种一直在上 很像鬼片精爽片 很像看到鬼一样 你们是超级名模生死痘里面的女生 没有啦 所以后来不会每次都高热量 像我们这次去韩国 跟去泰国的时候 他们都有卖一些高蛋白饼干 高蛋白饮料 洋芋片 冰棒 蛋白棒 冰棒 什么都有 这个是一定要在派对里面准备的吗 不是不是 是韩国的风气已经封到 没有啦 不知道他们很封 就是所有东西都有蛋白质 高蛋白的抢肤 对我这次就比较好心一点 就是都带蛋白棒啊 或是什么东西去探望他们 因为我们的party场地 是在离泰院的在有一点小距离 走过去可能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 然后他的party又是到大概4点多5点 所以其实他的party算到晚的 因为韩国这个地方呢 他们本来就是 比较稳 他们的夜店文化 就是夜生活文化 本来就比较稳 他们是那种早上7点还在排队进场 还在排队进场 Hugo之前 我有把他影片拍下来了 他们是早上7点 我已经7点跟朋友吃完早餐 然后要回去去饭店睡觉 大家还在排队进场 对因为那一间 我记得是到9点 等于是你懂 大家已经没地方去了 然后只剩那间了 所以大家只能排队去那间了 所以你去韩国玩的时候呢 如果你12点走到那个离泰院路上 路上没人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是1点2点才开始去那边 因为他们在1点前 会先去喝那个烧酒 会有个宵夜场 然后吃点东西 就是他们会跟朋友 先去这种餐厅吃喝 就吃小菜 然后喝烧酒跟啤酒 然后如果是比如上班族或是什么 他一定就是跟同事嘛 就跟职场文化 有有有 因为其实你如果晚上工作完之后 没有去吃个宵夜 好像在日韩的上班族来讲 你要先跟上司拌好之后 对对对 结束那些那些老男人 老实男主管们都回去之后 才是你的时间 才是你跟朋友hand out的时间 不过离泰院这边 我觉得特别的是 离泰院开了非常多gay bar 因为韩国之前近年 雨后春笋 就是多到爆炸 真的那附近全部都是你 例如说你去一间酒吧 他就给你一个手环 你可以已经直接串到像那种 埃及艳后的那种手环 不是那个上气时环 对 就全部都是环这样子 对啊 金轮法王 随便讲几间 比如说什么Eagle Sour Jean 然后什么EGG MGG Ping Ground MGG 然后什么Pub Lake Rush 是不是 对啊还有这一套Rush Rush又新开的 那附近全部都是酒吧 这么好卖吗 它其实各种店 有各种不同的特色 其实跟台北有点像 我这些店 白人都不知道 我都是看 您的老板周百利发的 哈哈哈哈 现在周百利 感觉好像在韩国入股的感觉 我跟你讲 真的超像的 而且百利更厉害的是 它连这家店 例如说这家店 准备要倒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为什么大家都换去另外一家店 现在这家店开始又不红了 然后全部又往哪边跑 什么某家店老板会请香槟跟吃炸鸡 是免费的什么 他都知道 就是我严重怀疑 还是其实也不用严重怀疑 就是拉克伦现在多了 非常多韩国的客人 对啊 因为以前 他超厉害的 以前很多泰国跟香港人 现在四成以上都是韩国人 而且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是为什么 就是像韩国人 他们内部的人就会去Bar玩 可是现在台湾人 好像没有那么爱跑Bar了 真的要讲实话吗 你讲啊 我真的 我想听你的观察 我个人最很好奇 我有一个point 他可以先讲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比较习惯 变成在自己的家里聚会 我觉得有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 就像可能像韩国 他们可能会先习惯说 我今天先去某个地方 喝烧酒吃东西 那接下来我去夜店 其实基本上我也不用喝太多 因为我只要付入场费就好了 所以等于是我不需要 因此在酒吧花那么多钱 他有几间是不用入场费的 对 因为他就想要人多 因为他们一样有包厢 所以其实包厢 我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老实话是 一个包厢真的可以抵 比如说30到50个人入场 对 如果他是有消费力的 所以 他们买包厢的人多 我每次去至少都会有一两三个包厢 有人有做人 就有几个大客 你要知道包厢里面有做人 他要的是尊容感 所以下面有人 好这不是重点 反正我刚刚是要讲的是 其实是台湾我觉得 以台湾来说 台湾那么开放 包括其他国家也都越来越开放 越年轻的人越没有性别界限 我说性别界限是指说 我不一定要去gay吧 我才能认识gay 我不一定要去gay吧 我才能认同我自己是gay 我在路上也可以很 跟朋友都很明确的讲 我就是gay 然后喜欢男生的人 你要跟我试试看的都可以 我懂 我可以跟大家去大众酒 我可以跟大家去那个什么 新一区有那个站着喝 那个 立影 在全家对面 站着喝的那些 全家就是有两间 我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 大家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跟Yugo是同一个年代 25 然后你们 你们也是 我们小礼一点点 对 我们会有一个 我要进去gay吧 我才能 放开来玩 对 我才会进到同温层里面 我才能跟gay 说这是gay 我可以搭讪 我可以聊天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不会有压力说 我今天讲我是gay的时候 还要接收到一些恶意 对啊 台湾的话就觉得说 我好像几个gay在7 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gay吧 或者说我不介意 在大街小巷跟大家牵手的情热 可是在日本或韩国的话 他们可能那种社会的包袱还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如果要玩风 要认识朋友的话 还是习惯进去到特定的场所里面 所以反而越封闭的话 gay吧的文化反而会越热 越多人进去 可是我觉得 但是我自己觉得 韩国跟日本本来喝酒的文化就很盛行 对啊 因为像日本他们就是 我觉得算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喝酒 有 台湾现在很多人不喝酒 对 他会直接跟你说我不喝酒 然后其实大家聚会的时候 好像也不会逼 可是日本韩国好像都还是那种 你再不会喝酒 你还是要硬干个几杯 你硬要喝个几杯 那个hybo或什么的 或是你就是有你的coda 你要再找别人帮你喝再说 但是你就是有那个coda在 但台湾现在好像不会逼人家喝酒 又或者是说 可能台湾现在更注重了健康饮食 还有身材啊 身材管理之类的 因为酒精毕竟它就是一个热量的产物 对 但明明日本人他们会喝酒 但他们又不怕 没有啊 你误会了 真的吗 我跟你说 那我觉得有一个差别是 因为其实在日本跟韩国药妆店 他们卖了很多关于减肥的商品 保健食品 而且便宜 保健食品 就是他们的剂量 是台湾不及的 像例如说他们醒酒这个东西 架上摆好多种款式 对 韩国跟日本都是 就琳琅满目可以选择 台湾真的没有什么 台湾只有 而且台湾的好贵哦 我跟你说甚至就是 你可以在架上找到那种就是 它是一个类似 也是类似那种醒酒那种一罐的 它是那种睡觉减肥的 就是你睡眠中 可以让你减少几脂肪的 真的假的啦 好想要买哦天啊 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款的 保健食品 就让自己变美的 包括医美 像韩国就是真的像枕笋 你走进去马上做做完 然后出来 他们现在韩国就很流行 就是例如说喝完酒之后 先一个那个醒酒的那一罐 再加一个 现在他们有一个很红 下面是维他命Ce 上面会给你一颗维他命C 就打开来 然后直接一颗维他命C 再加那个维他命Ce 隔天起来漂漂亮亮 嗯 就主要是修复啦 就是 是魔术欸 他们好像还有一些诊所 是如果说你 你之后有活动 或是你要拍照 但你前几天喝酒 他可以帮你掉点滴的 有 那种醒酒点滴跟美容的 我这次去医美诊所 我就看到一个选项叫做醒酒针 对 对 很厉害 他就叫醒酒针 然后打一次也不过 大概100块台币左右 嗯 然后消水种嘛 你就掉在那边 然后你就醒酒 然后你看你要水种什么的 然后就是ok 而且他还不是只有那个针 那个就是离开 可以顺便打什么营养针 白玉针 对对对 什么的 就那几个针 把那个身份全部混在点滴里面 把你的针管打了嘛 你要再加价 你打一打觉得感觉好 你就把他混在那个点滴里面 哇 我整个flask crack 好大的文化出去 你想要去韩国一年 然后瘦回来是不是 有 很想瘦 而且韩国的医美真的比较便宜 便宜很便宜 我来看一下我的脸 才刚做完 好吗 好废 你这次做了什么 然后他价格多少啊 我这次做了胶原蛋白水光针 然后再加了肉毒 然后再加了那个 那个叫什么 热马吉 热马吉就是凤凰电波 但是我不是用整脸 我就是只有下巴这一块 因为我想要让他下额 现在更突出一点 你们觉得这样大概多少钱 因为凤凰电波 在台湾是贵的 凤凰电波900发 在台湾打的话 至少要8万8以上 我那个时候用的大概是100发的体验价 哦180点价 那应该也是要来个2万 然后加上千千钟 应该是要个5万 你肉毒是打咀嚼机 我肉毒是打美国厂的 然后我打到抬头文 然后穿字文 然后演艺舟 很多欸 至少要给你一罐 四个部位 等一下 Andy Andy感觉是你有在衣服上蛮多 就是 至少是一罐我跟你说 一罐 他那个很认真在计算力 我真的很认真 我是猜5万啦 你自己猜多少 你说总共加起来 总共加起来 胶原蛋白水光真是4cc 来啊大师说话啊 多少啊 我应该也是 5吧 3 4吧 说4 4 5 好他抓 他抓45 那你猜 我抓50 50 50 5万 5万 1万5 好便宜欸 很厉害 1万5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因为他们的使用量高 你凤凰电波100发就1万5了吧 在台湾打 对 不要说凤凰电波100万1万5 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肉毒的几个部分 而且是美国厂 对啊 对啊 不用到1万5 大概9千1万 我这次没有做到 因为我还不了解 然后他们这次跟我推荐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下次感觉可以去烫一下 下二线的部分 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我现在是非常业配欸 就是新的一个技术叫Inmode 那是什么 Inmode 它是有点像是韩版的凤凰电波 但是它会带一个胶原蛋白增生 是叫什么 是内壁体吗 还是 它就叫Inmode Inmode 然后因为它是韩版的 所以它很便宜 然后效果超好 因为韩国它自己出了很多的 医美的机器 跟医美原厂的政绩 也会看到 那你来台湾的话 你都是要带你进来 就要过很多海关 所以都会贵比较多 然后台湾本来真的在 这类型的收价上 又会再贵一点点 我还有听到最近有一个 是叫什么勒摩还是什么 也是韩国的 真的是消纸用的 比之前那个什么正负机 那个还要有用很多 迪克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们怎么变医美 对啊 我们不是在讲Party 不是啊 Party跟医美是一起的啊 就是要负担自己变漂亮 Party跟医美是一起的 为什么你跟他说Ready好多事情 对啊 你看很多的年轻弟弟们 他们不知道怎么 用自己变漂亮啊 盛行Party的国家 打医美都便宜 泰国也是吗 泰国也便宜 泰国是会那种就是街边化 他们会有那种很像卖饮料的店 然后里面就可以直接打入 可是街边化 会让人家觉得很不敢进去购买啊 就是不一样 对他们来讲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 还有说他们定位不太一样 泰国的状态 可是韩国其实就像我刚刚讲 他就是也是诊所化了 就是你很像进去看医生 我们不会像到台湾 你还要好像到比较完整的 大的医美什么 医学中心的感觉 就是毕竟你看在韩国 他们就是这么方便 所以他们感觉在身材要求上 也让人觉得压力比较大一点点 而且刚刚听赶上下来 韩国跟日本的派对 或是他们的gay化文化 多少都还是有一些比较 比较让人压力很大的标准在里头 就是你知道大家可能外型 要打扮得很好啊 那如果说是在泰国 会不会标准比较低一些 我跟你说 你是得罪泰国人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会入门门槛比较低一点点 如果大家在意的点有没有不一样 就是有的可能在意身材 有的在意你到底会不会跳舞 还是有的就是他其实你只要好看 那只要会post就好 我觉得敌克你要去重问这个问题 你会被 没事我就 这就是我的个人想法 他的风格 然后安迪会帮他擦屁股 ok 好我是觉得 party这一块 大家对于就是身材要求很一个 而且尤其是例如说 可能某些新的人加入之后 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 就开始去训练 有点像是一批一批这样进来 然后大家就一直跟上跟上跟上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产生另外一件事 就是所谓的身材焦虑 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如果真的大家想要去参与这些party的话 我觉得可能那个心态要先挑战 是 我觉得是不要盲从 就是你看Qgo他们这些练这么壮 包括我自己都会有小小迷失的事情 就会觉得说哇他们都练得那么壮 那我是不是也要跟上 可是后来我get到的是 第一个我并没有要当Qgo boy 我不需要跟他们一样 这不是我的职业素养 我只需要对我自己身材负责 我要练到什么情况 我满意的就停 所以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要以为他们练成这样很轻松 一点都没有 跟他们出去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然后看东西都要计算热量 然后食物都要自己做 都快变 每个都快变厨师 我们是会把那个国家便利商店的 所有能吃的商品的营养成分表 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全部研究过一遍 所以你会跟尤沙克一样喝那个鸡胸肉汁吗 那个去其他地方应该是很难拿到 因为国外很难做 像鸡胸肉汁目前我有找到的 就只有韩国跟泰国 对泰国有 就你喝起来真的是刷刷 台语哦刷刷 有那个鸡肉那个丝的那个味道 对就是 但其实还蛮好喝的老师说 就如果有认真调味的话 对认真调味的话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商品了 他不可能真的很恶心 那我想问问看肯尼哦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是身为一个经纪人 或是说带很多GoGo去各地活动表演的 的一个算人力仲介吧还是表演仲介这样子 那对于说这一些台湾的GoGo上面 你会不会有特别要求他们的地方 或是叮嘱他们的地方 或是说会因为各个派对不同的要求 而对他们有不一样的训练 其实我不是真的专门在做 因为我有一个本业 现在就是写东西的 就是说会源头是从拉克伦开始 我就认识了他们之后 然后接触到表演者们 包括Drag Queen 包括GoGo Boy 然后才知道说这个文化 跟他们的表演训练跟养成 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每个Drag Queen上来都会主持 每个Drag Queen上来都会化妆 不是每个GoGo Boy上来都会互动 都这么有身材 都知道要怎么跟客人玩 散发自己的心脏力 所以我能给的是口头 跟比如在后台简单的示范 那当然因为我曾经 我也是热武社的 所以对于身体的一些动作 我可以给出指点 但像你刚刚讲的问题 我会知道哪一个国家要什么样的人 我就发过去 我并不会发一个不适合他去的地方 然后你跟他讲说 你今天必须装成什么样子 嗯 对因为其实现在GoGo真的越来越多 包括中国、泰国、台湾 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台湾现在在国际上 还是蛮多 算是就是站在一线的 你可以去看亚洲各个party面 就是台湾的占比 或是Seaway的位置 还是很高的 但再慢慢的改变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断层 现在日本的出来了 然后中国的也出来了 因为像变状以后 他会有那个Drag Family 就会有那种妈妈带下面的小朋友 这样子 对但我自己就会好奇说 如果说我新进到这一个领域的话 他好像就会变成一个 孤立的状态 孤立或者淘汰不教育 没有一个人好像有一个 我很重用谁 然后把提拔起来 应该是说 就是这个状况就变成是 GoGo还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是 他必须要懂得行销自己 你今天你自己去玩 你要自己知道你要跟谁认识 你要展现自己的特色跟性张力跟魅力 去让别人觉得说 我下次要找你 了解 而且我觉得GoGo这个部分 比较难解决的部分是 因为GoGo不像是Drag Queen 是有一个Family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MOTHER代表 MOTHER形象好 这整个家族就会好 可是GoGo有点像是个人 对 如果你今天在言行举止上 或是礼貌上 你没有做到那些 那些该做的 该有的礼数 该有的礼数 就很容易会被淘汰掉 对 Drag感觉 他们像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会 比如说工作丢给这个家庭 然后他们会分给下面小的 然后他们会分给下面小的 比如说像现在NIFI很红 可能就是MICLA就会有一点 汉娜就会有一点 谁就会有一点 然后MASULA下面就会有一些 小皇后也可以得以避应 但是GoGo就要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单打独斗往上跑 GoGo其实比较像是 我觉得这就是你给我们真心在交朋友了 像我跟Didi 就是现在变得可能要好 有时候可能我们表演的时候 就会被凑在一起 可能厂商就会想要找我们俩 因为我们可能出去发了什么动态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vibe很错 了解 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前提是 他们两个的专业出样 齐鼓相当 如果今天一个很烂 一个很好 不是说感情好就让你们去 厂商还是会只找其中一个 那Hugo你当初在做GoGo的时候 你是怎样训练自己 或是说有没有一个明确指押的转利点 是有人真的带你进去里面 或是说你的能力有所提升 好我其实一开始做GoGo的目的 是因为我想要多赚一点钱缴房租 所以你本来就是自己有一个本业的 我原本一开始在做GoGo之前 我是平面设计师 是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只是想要赚房租 然后后来就开始有越来越多活动找我 然后我其实是自己会检讨自己表演的人 例如说好我讲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也刚好可以提供给就是一些新进GoGo的建议 新人们 对新人们的建议就是 我觉得刚开始在进入GoGo这个行业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没有所谓的一个编排舞蹈 它主要就是要展现你的信张力 所以大家会想要在一首歌里面 把那首歌的所有牌子全部兑满 我知道 这件事情会让你变得很慌张 所以我后来就是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放慢 因为有时候我不一定要对那个牌子 有时候我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触碰 我就可以展现我的信张力 可是我去看我一开始跳舞的时候 我也是会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首歌塞满 过度用力啦 过度用力 包括不要说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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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皇后也是 对对对 就是偏跳舞的 对 会想尽办法想要把这整个表演塞到最满 然后让观众没有喘息的空间 有点松弛度很重要 对就是包括这个表演就是 也没有让人家感觉在里面跟 那个叫怎么讲啊 突然忘记完了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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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 进入新流 来了吗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松弛度 会让人家觉得你没有享受在这个舞台上 嗯 然后因为观众是感受得到的 你如果只是很用力的啪啪啪啪 然后把招都炸完 所以大家只会有点惊吓 跟惊恐 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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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呜悠悠悠悠悠 我統稱表演者,我說我沒有感受到你享受今天的舞台 就是第一個你可能還在記舞步,或是你沒有把這個東西練到很成熟 然後或是GOGO我就會說,其實你不需要排這麼多東西 你應該是要想辦法讓觀眾get到你的性感是什麼 而不是,我跳了一個很厲害的舞,你又不是舞者 舞者只是GOGO裡面加分的項目,而不是你要拿來掩蓋你不性感這件事情 我有個好奇的點,因為其實就是像Hugo現在已經是我們的GOGOBOY C位的代表了嘛 然後你剛剛提到說,其實台灣有很多的 他一線的T0 基本上你看到很多Poster他都是站在那個最大最中間的位置 他是那個花蕊,開放中心 可能是我覺得我就是有越來越做自己的傾向 因為一開始我在做GOGOBOY的時候,我也想要外型啊 或是整體性弄得看起來比較像主流一點 當然這也是我之前有跟肯尼有聊到說 這是一個包裝自己的第一個步驟 你才有辦法好好的去做自己 然後我就是可能在這個行業中 越來越做自己之後變得比較有獨特性 我覺得依Hugo來說他有一個轉捩點啦 就是你把GOGO幫成比較算全正直的時候 然後把自己身材收 健美比賽 健美比賽收乾 然後又轉了一個型 就變成是我又變成一個新的樣子出現了 就是我以前會以一個主流的狀態 一直呈現那個樣子 我後來變成是 我這個時期想要變得有點韓系 我那個時期想要變得有點韓系 我這個時期又想要比較 可視性比較高 想法在自己身上 我看到他之前有一陣子 好像很喜歡穿韓系的那個版型的吊嘎 對 然後戴眼鏡 那我可能就會一直想要不斷地去嘗試新的樣貌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這樣 一直變來變去的感覺 但必須給新人建議是 不是說你一開始就可以做自己 而是你要在一定的基礎上 你身材已經完整了 你的臉蛋已經很OK了 你才可以開始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然後也跳得很好了 好嚴格 但是他們根本不想出來 就是 不是一定說你一開始不能做自己 你一開始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特色 像我之前有看到那個唱Rap的logo 小黑小黑小黑 因為拉柯倫前一陣子 就是有個FJ234 就是合辦了一個叫鮮肉練習生 就是有鑒於我們剛剛談到的 現在台灣的gogo界就是有所謂斷層這件事情 所以偶爾就會定期辦新鮮肉練習生 來挖掘新人 新gogo出來 我跟你講那時候很好笑 今年的真的是很有趣 往年都沒這麼多元 你會不會覺得今年有點太可愛 但我必須得說 因為gogo boy在一定的基礎上做自己 我懂 你不能像Dry Queen一樣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大家來看gogo boy 就是來看物化男性的產物 他有一些世俗物化男性的條件 你要達到之後 比如說你肌肉量夠高之後 你要開始耍可愛 你可以耍可愛 像小羽很喜歡耍可愛 對 然後Hugo可以很辣很性感 可是那是因為他五感對 力道對 而不是女辣 我不是說女辣不好 我們不是像 對就是 我們不像王陽明 那是Dikerso 啊 對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女辣 你應該放在就是對的地方 那他就是這個表演就對 可是今天gogo boy 他就是一個男性的產物 是 形象啦 因為有些人會誤會就是 他上來好像扭扭扭扭扭就可以了 可是不是這樣 但我還是想要給一些 如果剛好今天有聽到一些 有表演慾的聽眾 就是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是好事 因為老實說亞洲區 只有台灣正在發生這件事 因為你去看國外 國外其實有一個比賽 叫做go go for the go 有我有看到 他是一個類似像那個 RuPaul Drag Race的go go版 對 他的所有參賽者呢 他的形形色色的樣貌 更與眾不同 他是有那種很辣的大叔 然後也有那種 我覺得我自己超性感的侏儒 對 或是可愛的 或是纖細的 也有很纖細的 可是我覺得可能在於國外 他們對於所有的身材接受度 有越來越廣的趨勢 可是在亞洲區 我覺得 對就像你說的 還存在肌肉主流 畢竟大家還是喜歡看這一個狀態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說在節目上呈現 或是說對表演性質來講 我覺得肯尼都覺得是可以成立的 只是他提到一個點是 如果說你要踏入接案的現場的話 並沒有這麼多實際的案子讓你這樣子接 因為你還是會希望說往更大的舞台 或是更棒 除非你另有所途 所以講現實面來說 我直白的講 就是你的所有狀態呢 是會需要讓廠商覺得你有信張力 對 你才會被邀請 所以如果我覺得只是在台灣這樣的表演狀態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往更大的舞台去的話 可能就會有比較嚴格一點 是不是很多狗狗都很想要登上曼谷的白趴 就是曼谷白趴算是一個里程碑 應該說就是在狗狗界來講 有沒有你們心裡一個覺得說 就像比如說我們做廣播Podcast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得廣播金莊獎 有一個下面其他什麼Qpower 下面有一個接續這樣子 你們心中有沒有說他有跳到那個 他又不一樣了 我覺得大家目前一亞洲區來說 可能指標性就會以白趴 然後Pattaya 或者是潑水節 都在泰國 幾乎是泰國 因為其實最一開始 就是這個Gay的大趴 就是會以這幾個趴為主 那現在也有一個 就是台灣也有FORMOSA 就是10月的時候大家都會來 所以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國外的狗狗就會想要來問我說 我有沒有機會跳到FORMOSA 他們會特別來主動問 因為其實FORMOSA目前以亞洲區來說 也是國際Party 就是真的會有很多外國人 飛過來參加FORMOSA 國際Party這個怎麼定義 有點像是世界各國人 會為了這個東西 這個時期時間點而匯集 你看去年的那個人流量就知道了 對 不管是不是他是不是來參加Party的 可是會在那個時間點匯集 然後有一個活動產生 他又是一個成功的活動 那他就是指標性的亞洲Party 那只要是這樣指標性亞洲的Party 狗狗們就會希望站上這個舞台 對 因為除了廠商會來玩 除了店家的老闆 除了各國的人都會看到你 而且可能會因為你跳過這些派對之後 然後被一些其他國家的 就是夜店的廠商看見 接下來他們可能就是訊息你 邀請你去那個國家 等於是大的Party其實算是一個平台 對 尤其我覺得最容易 因為大趴街道的地方是中國 因為中國沒有所謂的大Party 嗯 對對對 所以等於是他們有些人 可能就是平常壓抑久了 會飛出去大趴玩嘛 看到這些狗狗 突然被邀請到他們的城市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是為了這個狗狗 去這個Club看他表演 了解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Hugo 因為你本身就是身材 又有Cube住又可以能跳舞嘛 那你有沒有因為在這些大趴上面露臉過之後 然後接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額外的工作經驗 非常有趣的額外工作經驗 我曾經有被問過一個 但是我不敢接 而且是我跟那個阿良 我們同時接到了一個 他是一個在新加坡的一個小島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聽清楚 到底是哪個小島 然後他們是開的價位非常的高 他們是一個晚上是20萬台幣吧 好高哦 那個晚上是20萬台幣 但只有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必須要去 就是因為他好像是 聽說是一個私人的派對 我真的有點不太清楚 那個這個邀約是好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是20萬台幣 這件事情裡面有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我做不到 就是我必須要在那個地方全裸跳舞 你說連屌都要露出來的 對 那阿良有去嗎 他 他 我沒去他就也沒去 我想說你跟他的盾戴 他就說他去 你沒去但我沒問他 想說不打人家踩入 我們不要請了理想劇就去 我們不要再聊這件事 因為我們自己私底下會 就是有點像是一個team 就是你去我就去 就是有點像是 我把選擇權丟到你身上 而且這有時候是互相彼此照顧的 因為像我說我介紹他們去 可是不會每一個廠商都會有預算 非多一個人去 那你覺得哪個gogo 接到這個工作回去 立揚吧 好敢講喔我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會想很多的人 然後我就一開始把這整個劇情 把它想成是一副netflix的影集 然後是那種 我去了一個小島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 然後會不會最後變成大逃殺的劇情 你知道嗎 會不會是欲罢破人 裸體gogo大逃殺 然後我逃不了 然後我就裸體在沙灘沾奔跑 還躲在那個書頁裡面 然後有人拿著牆在循 好看好看 就有netflix的劇情 老師我加碼兩百萬 你走出來 對 不要 我不要 你有辦法撐到早上不被我殺掉 你就可以得到兩百萬新台幣 這種劇情 我會去欸 這個實際真的我去爆了 那種生命危險 你怎麼會想去 他要死了就死了 但還有節目可以上成讚 很冰態的想法 我那個為新加坡震生 新加坡跟韓國一樣 就是在COVID-19之後 也是開了好幾間店 對啊 因為現在我現在就合作的 就是新加坡的Gay Bar 我知道 對 然後他們其實那邊 雖然風氣之源跟那個韓國一樣 就是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現在已經突然就open了 他們那邊也是有突然多了GoGo Bar Dread Queen的Bar也有 然後跟一般聽音樂就是Serkers的Bar 嗯 對就好幾間 然後還有Karaoke Bar 然後也出了很多新的派對 對啊 新加坡其實也有好幾個派對是不錯的 比如說 Hyper Hyper Unleashed 然後跟 Trendy Shop 對 反正這幾個都不錯 然後所以 在各個國家的party跟活動 跟文化都不太一樣 嗯 對像新加坡的就是 新加坡音樂所的真的就是偏高 嗯 所以就是發他們去的工作也 費用比較高 薪水不錯 哦 對 對 然後很特別的是 反而去新加坡不一定會是 工作內容最辛苦的 因為他們就是開發中 我說的開發中是指說 Gay這塊還在成長 看表演的這個Sense也還在成長 嗯 對 他們夜店 他們夜店流行的歌曲是那種 中文華文樂 所以他們可能喜歡的音樂會 比較不同種類型 所以會在你跳GOGOBO的時候是放阿令的歌嗎 我覺得肯定音樂意思應該是說 他們還不太懂看表演這件事情對不對 就是有男生來拿舞動 但是他們說對於一個表演好不好看 或是GOGO好不好 應該是說他們還比較會focus在說 這個男的好不好看 哦 他們對於表演可能就比較要求沒那麼嚴格 嗯 對 他的重點是你好不好看 跟你身材好不好 身材對於他們來講是基本配備 嗯 所以你身材特別好 其實還好 重點是 整體氛圍他們喜歡 嗯 對啊 所以你剛剛說XXX 有什麼盛情邀選 什麼什麼表演很厲害的GOGO 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講到這個是 我覺得你們好聽 對於大王姐 我都不敢講話 反正呢 講到剛剛就是GOGO表演 他剛剛有講 其實很多GOGO 是因為兼職開始做的 對 反而不是很多人 是為了說我想成為GOGO 而做GOGO 了解了解 但真的我曾經有遇過一個粉絲 就是他是在台下就是塞我錢 然後後來他訊息我跟我說 好像是幾年前 他訊息我跟我說 呃他給我了很多鼓勵 他說他很喜歡看我影片 而且他會看我每一次跳舞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他會以我成為GOGOBO的目標 哦 他那時候訊息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好感動 我就回了他一下 結果沒講到好像一年後 誰 Yuhi 哦真的假的 Oh my god 日本的 然後沒想到一年後 還兩年後 一年 他就真的成為GOGOBO 而且他跳超好 他跳超好 然後後來就是我那時候去沖繩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表演 一起編了一跳的排舞 他有PO文說完成了他一個 對 他就真的是PO了文 然後說什麼他Dreams come true 好用 那你有沒有五味雜誌嗎 就是一個小朋友跟你說 我是看你跳舞長大的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在一開始最早最早最早期的時候 甚至那時候有人跟我說 不然就去跳GOGOBO 那時候我還說我不要了 那個時期其實GOGOBO還是貶義詞 我懂我懂我懂 現在是明星話 對那個時候幾年前 那時候GOGOBO還是貶義詞 可是就是我還是 敵不過就是現實的那個壓力 我就是為了去賺房子 所以還是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延續剛剛講的那個小粉絲 然後現在變成 我看他超可愛 上次Lockerry有來 然後我就覺得他真的是 一個很性感的一個GOGO 他個子也是矮矮的 可是他身材很好 你不是比較喜歡舞時藍嗎 你什麼時候變成 我跟你講我看了現場後 我就說Yuhi好可愛 真沒節奏的男人 真的真的 沒有 我是想問一下Hugo 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國際上跳這麼久 然後也算是 我們剛才講 一線的T0 這樣子 所以就會累積一些 會特別想要去看他的粉絲 對就會想說 有沒有碰過什麼樣特別粉絲 給你的追星這樣子 因為像我們上次訪那個 Taylor Wu 他也是有特別去看 就是Hugo的表演 而且他會轉你的線動 就說就是 My Gogo Daddy 他上次來台灣的時候 有有有我記得 然後他有訊息我 我跟他稍微聊一下 他很愛你 對 你要說最特別的 最特別的是 你是說特別的粉絲嗎 你是說怪的 瘋狂的 還是奇幻故事 有愛的 或者是現場太熱烈的 也可以啊 我跟你說 這真的是發生不久 是就前幾個月在北京 然後去北京的時候 就真的是有個粉絲 他說他不是住在北京 他是從北京附近的 我忘記哪個城市過來 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他就來 他在我表演前 就先來找我拍照 然後他就跟我拍完照之後呢 他就講了一些政治的東西 那時候在北京 他就說 你們一定要支持 那個很支持 孔志的那個候選人 你不要 就開始跟我講這個 然後我想說 這是北京的 可以講這個嗎 就被抓走 對對對 他就一直跟我講這件事情 OK 我想說就是一個很 對於政治 很樂中的粉絲吧 然後也很喜歡我的表演 我在上台表演的時候 他在那個舞台的 正中間的最前面 是 然後我就跳一跳 跳一之後 發現我腳不能動 他是在咬著我的襪子 拉著我的襪子 他是用嘴巴 咬著我的襪子 不讓我走的那一種 然後隔壁 他頭伸很長 然後隔壁 就是有個狗狗跳一半 就說 哇塑 舔狗 哈哈哈哈 笑了幾天 哈哈哈哈 然後一回過來 就是跟另外一個哥哥說 哇塑 你剛才看到那個舔狗嗎 那個襪子咬的 真的是激烈 這樣子 他們很可怕 他們很可怕 北京那一間酒吧的觀眾 很特別 就是他們是認真的 用力想把你扯下 是認真用力想把你扯下 可是扯下還要做什麼 他們就覺得好玩 就是餓死鬼啊 就是不管怎樣 就是想摸嘛 他就會拉拉 對想要摸 然後他的拉也不是真的 就是這樣 稍微拉 他是真的用力的 要把你脫下來 你是真的要跟他對抗的那一種 扯 抓你的 所以真的就不能站太前面 不能站太前面 我那個襪子是這樣被拉 這樣子 這樣被咬 天啊 我忘記我要說 我想到了 因為剛剛都是從我們的表演 這角度來看嘛 可是我們還是要為觀眾朋友 謀一下福利 如果說 我們有謀福利的空間嗎 也不算福利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就預亂有限 你只能去一場派對的話 哪一場的CP值才是最高的 就是最值得去的 或是派對小白 對 入手 素人 我跟你說 你想要一次升級的話 就是Wide Party 跨年的Wide Party 你說12月31號那一天的那一個 對 在泰國的漫國的那一場 他其實不只啊 他會從大概2728就開始 而且今年尤其多場 今年好像五天六天 哇 就會多一場 會有一日票 也有五日票 那種 這升級是個什麼概念啊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可能我自己只是 用我的立場去想 不是每個人這樣 例如說第一個是 去參加這個派對 是跨年 那台灣的跨年是冬天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 體驗到夏天的跨年 第二是因為基本上 白趴這個東西 是有點太過於指標性的 指標到世界各國的人 會為了他飛過來 所以你會一次在這個時間點 看到各式各樣 各種的Gay 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 肌肉的也有 美形的也有 Drag Queen什麼 全部都會在這個地方 對 因為他不是只有Circuit Party 他也有Drag Queen Party 你反而在泰國的 這個跨年壞Party你最能包容 各式各樣的身形 因為多遠 然後有很多選擇 你如果去日談 反而才會緊張 對 談那時候就是會有 各式各樣派對 甚至你說直男派對有沒有 有 所以你想要參加 所有各式各樣 什麼EDM什麼 那個時候都會有 哦 對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時間點 一次升級 你的記憶很讚 對 而且 好 我自己都心動了 我們剛剛討論到的就是 你要怎麼找到自己的 那個你喜歡的模樣 或是你不要過度身材焦慮 就是你去現場 你看到大家的模樣 你就會知道 嗯 哪一邊不同的文化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譬如說你看到歐美 歐洲來的 美洲來的 他們就比較敢 他們就會比較像queer 就是他們可以穿短裙 白色裙 或是亮鑽的衣服啊 什麼的 可是他們一樣很開心在跳 而且他們甚至是一群人 但是他們身材也沒有不好 或是他們身材适中 而且像泰國那邊 就有一條街叫Silon Silon那條街 然後他裡面就有一個bar 我忘記那個bar叫什麼 他的族群就是twink 像也有一間店叫beef 然後是熊bar 主要是熊 然後他的氛圍也不錯 然後也有那種transgenderbar 然後也有那種drag queen表演的bar 各式各樣都有 而且那個地方都在同一個地方 對一樣也是同一區 對然後又加上好吃好喝好買 對 然後住的又便宜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所謂的經濟太大的壓力 然後你又可以玩到泰國 又可以享受夏天的跨年 又可以課藥 遇到世界各國的人 又可以合法的使用一些草葉 真的焦慮怎麼辦就課暈 哇 時間就過了 也不能吃太多 我覺得跟你要變胡麻母豬 上次當胡麻母豬是都可怕的 而且其實最有名的一開始是DJ station跟GOD GOD他其實就是有點像是小型的circuit party 就是你就是有點像是我今天付一個酒吧的錢 然後進去享受circuit party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會拖上椅 對那邊身體焦慮也很嚴重 而且那邊的店會故意把冷氣關掉 所以裡面超熱 一不拖也不行 我們上次有去GOD 然後我就有想試著跟人家聊天 我就跟他say個hi 就想說希望有一些互動 然後他就是頭直接轉開 我覺得算了我不要了 我就走掉了 我覺得你在跟大家社交那個時間有點偏早 那時候還十點多一樣 十點嗎 十點還太早了 沒關係 你要過十二點之後大家才開始比較ㄎㄧㄤ掉 You know 那個現在有beef 我們剛剛說beef是什麼 熊霸 好 我們快速的來聊到派對的其他事情 因為剛剛聊到派對 我們都是在玩樂快樂 但派對有可能會有一些你知道真愛或是一些厭遇嗎 就兩位 我只能說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有人真的在派對中找到就是對象的嗎 有啊有啊也有啊 也有那種就是他們彼此非常非常相愛 然後一起去party玩的 然後就分手 也沒有分手 沒有分手 沒有分手 甚至他們只是把遊戲規則講好 你說有沒有開放式 有開放式的 你說有沒有一對 也有 哇 我必須得說啦 就是像你說的 沒去參加過的一定會覺得很亂 可是其實裡面真的會有人就是一對一 就是男朋友跟男朋友去的 然後他們只是喜歡這個氛圍 可是他們會take care of 彼此 就是別人也不太會去插入他們 因為就是很明顯的 他們沒有要讓你加入他們 就是你沒有親眼所見不代表沒有 哦 對 然後因為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說 進去裡面就是亂啊 一夜情啊什麼的 就像我 我就是另類的代表 就是我偏冷靜的那種 對 可是因為我有 參雜了一點點工作的部分 我還是喜歡在party裡面看一些 就是大家的觀察 對啊 因為這樣比較可以知道說 大家要什麼東西 包括在夜店工作的時候 做酒吧行銷 你要知道客人要什麼 那你這樣有在放鬆的嗎 原本這些都是放鬆成何 都被打到工作了 有啊有時候也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像 你去打招呼 然後被甩頭那種 也是很有趣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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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上次在vparty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暴哭 就喝太多酒 暴哭也是 你暴哭 你什麼時候暴哭 我可能覺得是很累 對啊 他還還沒做lock run以前 真的很常在這種甲板林斯 出外的這種社交場 然後人家聊一聊天之後 就在旁邊哭耶 哈哈哈 他也在Applausel哭過啊 你哭什麼 那個是格蘭利威的活動對不對 一個救賽活動 你是以為哭一哭然後就有白馬王子安慰你 不是 我就覺得說 大家都好主流 都有了可以聊天 然後有說 你不是跟我們一起來嗎 然後他自己在旁邊說 我好害怕 不用害怕 你把自己成為主流就好了 你讓你自己的形象變成主流的代表就好了 我真的很恥耶 只是有點難 啊 啊 啊 中言逆耳 要這樣講話 要這樣聊天的 我剛剛問真愛這一題 其實是因為我們準備要迎接到這次肯尼製作的新書了 真愛嗎 然後剛剛就是也有重複的提到了一個 就是日本很有名的狗狗 滴滴 沒錯 我真的聽說了 你來 Hugo還沒看過 我有聽到他有拍一個寫真 但我真的沒有看過 我們先讓Hugo看的同時 我們現在肯尼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一本寫真集的背景 可以問一下嗎 裡面會有到全裸的部分嗎 因為我真的跟D太熟了 熟到如果看到那一面 我可能 我會 閃避的 我們這一本呢就叫做 唇欲 但是 血脈噴張 全裸的東西有 但沒有漏掉就這樣 可是背面全裸 兩個人都有 然後真的在床上兩個全裸交疊的畫面 你可以 但是他是有一個故事性的 我先簡單講解 你先把書拿給他看 反正他剛好翻譯到時間 我們這一本書叫2.164的意思是 從東京到台北的距離 對我們是設定了一個人力車夫 弟弟是人力車夫 然後二哥去旅遊 或者是說他去出差也可以 然後呢 就坐人力車 然後遇到弟弟之後 他送了他一瓶水 嗯 游下了他自己的IG 很現代吧 很有現代 然後呢 加了之後 晚上就是 歡愉了一晚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二哥趕著要離開東京了 所以就離開東京 然後第一集就很 難過 暈船仔 有 暈船仔 向迪克 然後 暈查理 我不說話 暈船仔 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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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就想說要在東京的街頭 找到他的身影 所以呢 來第二怕精彩的來了 就是攝影師自己入境 就是小米 那時候剛好在健身備賽 所以他身材還是可怕到不行 就是我說很好的那種 體質非常低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你知道他吃什麼嗎 他是真的是 買Seven的雞胸肉跟白飯 還有菜 生菜 哇 這樣吃 這樣吃 然後他一樣 就像他說的就是算熱量 然後第二怕就是 弟弟在街頭遇到的小米 然後呢 小米的那個大包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呢 在裡面 也會看到小米的身材 所以故事性上就是他 他遇到小米 然後打炮 可是打到一半 打到一半他做不下去 他覺得那不是對的人 對 他就是還在浴缸裡哭 對 就像那個迪克在社交場合面突然哭 不知道為什麼 合理啊 一直提到迪克 所以說這部是BL 對 但我們真的一開始的 我們本來就是要走BL 對 因為我跟小米都算喜歡BL的劇情 好我們把劇情感帶入快點 他就一股腦衝動的 飛來了台北要找二哥 毅然決然的決定飛到台北 然後飛到之後他就見到他 就是剛好 剛好二哥下班 對二哥下班 然後穿著西裝 西裝正裝 整個set 所以呢就是如果有這個疲號的話 應該也會蠻喜歡的 對 因為後面弟弟也有偷穿二哥的衣服 對 偷穿他的米白色的西裝 然後兩個人就享受了 就開始 殘眠了 對 感覺到彼此的溫度 然後殘眠在一起 然後幸福美滿的結束這一切 這個故事來自於2017年的夏天 當然對於2017年 剛剛了解一下發現其實就只是 原定設定的數字比較簡單一點點 對 我撰寫出來的故事 我撰寫出來 但好像其實也是有參考二哥經驗對不對 參考源頭就是有稍微了解一下他們 的情感 然後2017年我覺得比較像是 故事角色裡面的年紀 還有戀愛衝動的時候 對 但故事是他們的故事啦 如果之後他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我不替他們說這些 也就是半真實故事 參查一些個人經驗在裡頭 就你們電影界不是自行講的嗎 有真實事件改編 到底哪些是真實哪些是改編 不知道 對就是要觀眾自己去感覺 可是裡面人力車夫這個設定 一定是你自己本人喜愛嗎 因為那時候 好有一點商業啦 就是他的能展現性張力的東西比較多啊 因為不然其他還有什麼職業是 除了南公關 對而且喔 我們真的遠赴日本拍攝 然後呢在台北也拍 所以我們總共拍了兩次 對 那我們之前選這個角色是第一個 他可以展現弟弟的整個角色魅力 跟日本文化的特色 他也給在那邊捏生魚片啊 對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有想過 真的有想過 可是因為捏生魚片沒有 沒有爆點 他就是剛捏完 然後瘋他嘴裡也瘋 然後連手指也喊進去 我們不想要 對我們不想要做人體壽司或那些 就是大家已經都get到過了 而且人力車是我們真的到日本 然後租人力車來拍的 我覺得人力車設定蠻好的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會喜歡日本文化的人 對人力車夫都會有一點幻想 人力車夫真的是一群很色的人 其實他很健康陽光的 跟你介紹城市的街景 構築一個美好的生活想像 可是他就會把人家 他的身體的曲線 暴露在你的面前 對沒錯 而且褲子都很緊啊 對 而且他們都很陽光燦爛耶 你會覺得他們好貼心嗎 對 要幹嘛 下次我可以幫我們載起來 因為像我蠻重的 他把我拉起來就 是槓桿原力 我看完了 我覺得故事設定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整個色調的拍攝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有明確吧 就是例如說 從一開始的 比較色調可能是 有點像是比較日常的色調 一直到 中間開始有一點情慾 然後有一點失落 可是為了 為了找到那種 怎麼講 就是有點像我心缺了一個洞 所以我去想盡辦法用一些性的方面 去彌補我那個洞 但其實那不是我真的要的東西 然後這個色調 它就會偏了比較像是 有點暗紅色的狀態 就會有一種 我在逼迫我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再變回比較乾淨的顏色 就是有點像是 我真的要去找尋我的愛 內心的一片淨土 那種乾淨的色調 然後再變到後面真的相遇之後 然後可能彼此的溫泉的那種暖色調 我是覺得整個故事性是還蠻好 Hugo你有在IBL嗎 你也很厲害 你有在IBL嗎 我跟你講 我個人就是走純愛路線的 他剛剛的解讀完全就是 你知道反映了很多 他自己真實的故事的感覺 Exactly 用那種信來彌補到的情感很空 他說這不是我要的 不是我Hugo要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看這個過程中 就覺得 天打滴滴的臉怎麼那麼像我 但裡面該有的 像淋浴監視一張 像這一張我就覺得 是我吧 在街頭在吃東西 其實你們兩個長得很像 你知道有一次 在那個六月曼谷遊行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起表演一個party 叫做Unleash 然後這個Unleash Party 它辦在泰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一起做一個表演 然後我就有一個很好很好朋友 就全程拍攝了弟弟 然後Tag我說 老公你好棒 蛤 很尷尬喔 那個影片我還要留下 我還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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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是愛純愛的 我是喜歡純愛的 因為我以前會覺得 對於純愛這件事是有幻想的 但當我進入這個職業呢 就會開始發現 純愛這件事情非常的難找去 你先講一下幻想 你的幻想是什麼 你的純愛 理想 不要說幻想嘛 理想 其實我的幻想超無聊 就是那種有點像是 我們彼此可能上下班 然後就講一下自己彼此生活中的故事 然後我們可能會為了對方的興趣 去了解 然後彼此就是怎麼講 我講我跟Hugo的那種幻想其實類似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的工作都是這種高強度的社交 跟同性戀暴風中心 對 我們會希望我們另外一半可能是脫離這個圈子 然後我們是生活是簡單的 相反 就是可能是你們現在聽眾在過的生活 是我們想要的 可是當然聽眾也很羨慕我們 飛來飛去的生活啊 就是我覺得有點像是說 我當初也很嚮往就是 就是去認識很多好看的人 或是很多身材好的人 那當你越靠近就是同性戀風暴中心的時候 你就會越想要脫離那個中心 你想要洗手做跟湯 有點像是你看多了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好像回歸單程是最好的 因為你們的工作反而是別人的休閒娛樂 對 那我自己就很好奇 那你們的休閒娛樂都在做些什麼 這麼有叹氣 沒有我覺得是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家裡玩手機遊戲 然後我自己平常是聽那種爵士樂看說 然後或者是我會做一些甜點 然後就是自己在家無聊 然後研發一些就是 因為我畢竟有在控制飲食 就會研發一些 怎麼可以吃的甜點 無膚質甜點 對就例如說舒芙蕾 我不加麵粉 我都只用蛋把它打發這種 然後再加一些什麼 就是那種 林卡 醬林卡 醬林卡糖 然後再加希臘優格 你真的 他真的很適合上我們的聯誼節目 你現在還有在渴望戀愛嗎 我已經幾乎是要放棄了 對 畢竟你知道我身上貼滿的標籤 看到很多標籤這裡 因為他的狀態 亞洲人只要是gay 如果你稍微跑幾次活動 就會知道他是誰 就大概知道了 對啊 所以很難 大家會對於Hugo 感覺有一個距離感 覺得說他是一個 不是距離 我覺得不是距離感 是明星光環的感覺 對啊對啊 我剛剛講的也是 就有點像何人當初看到 以游沙克的感覺 對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在那個 而且尤其你在Party的環境中 你會模糊的不知道這個人 對於你的情感到底是 真實的喜歡你這個人 還只是在社群 或是在舞台上看到你的模樣 對啊 那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要找同樣是表演者 或者說這種 藝術工作者 比較能理解你的生活型態 我覺得有試著想要嘗試過 但是我覺得可能 每個人對於感情的選擇 都有他們的 怎麼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會覺得 我在這個環境中 不太有辦法找到 我想要的那種頻率 那你之前發生 戀愛的碰撞 都會是在哪些場域發生的 一樣是在Party 但是就是後來才 漸漸的認知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是不是 也不是說行不通 而是大家可能對於自己的感情 想要的模樣 戀愛的共識 戀愛的模樣 不太一樣 難怪他剛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情緒 因為你知道 偶爾會有一些 一夜情碰撞之後 以為是真愛 但是用暴風的信譽 浮過自己的體表 可是內心好空洞 而且老實說 我就真的是像這本書那樣 就是我很容易暈泡 啊 他剛剛一臉真的困擾 我滿容易暈泡的 所以我後來也不太敢打泡 那你的理想型大部分是什麼 我的理想型嗎 我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理想型 可你知道 他就是勇於敢嘗試的人 所以他其實有時候看到 比如說奶狗型 或是比如說 年紀大了 年紀小都有可能發生嗎 我覺得還是他遇過的 就是我對於所謂的理想型這件事情 我是以一個vibe 像起初 一個直覺跟vibe去判斷的 他其實有時候喜歡的 真的是非主流的 就不是大家覺得 哇超帥的那種 然後身材超好 沒有 跟那個八甘子沒有一點關係 我目前感受到 Hubert談戀愛不是一個太好搞的人 我承認 我承認 而且我覺得我最近開 你是不是會生悶器的人 沒有我現在會直說 我現在會直說 但以前會 以前會生悶器但我現在會直說 然後我覺得我好像最近發現 我有一點自信力 所以他如果跟你看同一本書 然後你能在書的聊天上有共鳴 你可能會因此對這個人有好感 對 像之前我去殷船那個人 好反正那一天 我是在帕臺亞遇到他的 是我工作場合遇到他的 然後原本有一天晚上 我們是計畫說要去club玩 但是那天因為我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待在飯店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了 是我們就是買那種便利商店的零食啊 我們就在浴缸放那個水 然後我們就是有點像是這樣 對坐在聊天 就是泡在水裡面這樣 你在演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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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超偉跟那個誰的 我跟你講我超吃這種情節的 衝光乍蟹那種感覺 什麼深夏光年 有 你有 就是小小的空間 沒有其他世俗的紛擾 你是自己的男主角 對然後 很像裡面那個啊 施錄裡面有浴缸啊 對呀 That's me Hello Didi You are Sam with me 對 反正呢那天我們就坐在浴缸裡面 我們就在聊對於彼此的感情觀 他就有提到說一個理論 叫做拉普拉斯的惡魔 然後這個東西是我前一陣子在讀的東西 剛好有讀到的東西 然後我還甚至把拉普拉斯的惡魔打到treat上面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哇怎麼會有人突然跟我聊到這件事情 是宿命 就是拉普拉斯惡魔這件事情是在講說 就是關於宇宙粒子的加速與碰撞 就講白點是科學家目前已經可以算出 例如說宇宙加速粒子碰撞可以推算出 它會被推去哪裡 所以如果今天這件事情可以被算出來的 那如果你這樣繼續這樣推推推推推下去的話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未來是可以被算出來的 你可以算出未來是命運的發展 那這件事情就是再轉換成另外一個思維就是 那有沒有可能你的所有事情發生 例如說我現在在這邊講的這件事情 都是命運安排好的 就是所謂的宿命論 就像我現在跟你泡著這個浴缸 聊到這個拉普拉斯的惡魔 然後吃露露的空氣 對對對 然後又覺得哇 竟然有人跟我聊到這件事情 突然覺得他法尾都性感了起來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聊 就是很浪漫的故事的時候他就說 蛤這不是大家都知道蘇水理論嗎 我說有嗎 你這個朋友就不適合跟你談戀愛 就不適合談戀愛 對對對 我懂你我懂你了 就是你不要打壞我的純愛幻想行嗎 來個這本書好嗎 我都肌皮疙瘩起來了 等一下我有個疑問 你們兩個也都是純愛路線的嗎 我不是啊 我現在 他還好 現在還好看狀況 我超純愛的啊 你說年紀大的時候嗎 也還好啦 他很現實 看就是要自己舒服為主啦 不是 迪克風道也是我在Lockery 然後他用手機在玩BL的遊戲 凡爾賽那種嗎 養成遊戲 沒有我那時候在玩 是Switch嗎 對對 東京24區 講述一個就是議長跟其他 聖政界的在彼此相愛 他還說我一定要把那個用完 然後想說 而且我第一次的結局 是我被那個男主角殺了 他直接捅我一刀 然後說你看他有手入戲 他還說我 他還講說我先入真實鬥我 你把角色帶進去 政治鬥爭 然後我就打他錢 我只能說請你出來 談戀愛 現實社會 談戀愛 純愛還是要分一下現實跟不現實 不會啊 我昨天會遇到像二哥這樣子的啊 你現在要哭了耶 你的聲音已經 我要哭了 可以不要設定這二哥嗎 我問你有問題 那你在看哪一頁 你覺得說天哪 這是我的純愛的畫面 哪一個景 你這個我真的完全有畫面 而且這件事情我真的做過 真的是我做過的 還真的是去東京 有 最愛嗎 最愛 那時候真的是最愛 就是這種 剛走出機場 然後看著成田機場 然後就在找那個位子的感覺 我那時候的心情是 我快見到他了 我懂你 你懂那種感覺嗎 有 我是抱持著心情激動的那種感覺 我一走出機場 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 我該怎麼搭這班車到新宿 這裡是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人 但是我不害怕 因為我快要見到他了 對 我抬起頭就是他的身影 而且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為了愛 然後自己自己自己 自己搭飛機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好多故事喔 怎麼會這樣啊 我跟你說我喜歡的是後面那一頁 就是他們見到二哥之後 他們兩個擁抱那個眼神 散發出愛的光芒 然後兩個人在台北市街景牽手 然後我看到那個背影 我就覺得幸福的畫面 就應該要長這樣子 然後兩個又都個子不高 所以拍起來就看起來 就特別的有搭 那我覺得這本書的純愛最重要 還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什麼 遠距離真的不可能 對啦 真的不可能太難了 要嘛你選擇兩個人到同一個地方 所以就變成是弟弟過來找二哥 我們的邏輯變成 或者是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所謂的財富自由 就是飛來飛去 這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我一開始找二哥跟弟弟 其實很簡單的理由就是 第一個他們身高相當 顏值可以抗衡彼此 然後一黑一白 然後一個比較難一點 然後一個比較熟 兩個就是感覺是很陰陽配合 剛剛好 他們應該就是要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上週開了一次直播 然後下面一直在那邊說什麼 睡在一起的美 在一起的美 看起來真的很像在一起耶 連拍攝的時候都覺得很像在一起耶 他們很有戀愛感 那他們自己實際在現場的時候有蓬勃發展嗎 就像我們在直播裡有聊到 一開始他們其實還是小尷尬 那後面就是越來越親到 我跟小米在旁邊想說 還要親嗎 還是我們要先親場 先給你們一點空間 因為為什麼沒有放大圖是因為真的太色了 就是從這裡開始嘛 然後浴缸然後這邊都還還好 然後呢這裡開始 已經開始到浴室淋浴間裡面下水 我在說這麼小張是因為後面真的 越來越 親到不行 對而且到後面已經 這邊是完全肉貼肉 而且他們下面是真的都沒穿 他們真的都沒有勃起嗎 我們不會去focus在那個 可是多少會感覺到啊 我自己覺得啦 在工作狀態上要這樣子好像蠻難的 除非你有私心 你從鏡頭照片上就可以感覺到 他們好像真的已經快要愛上彼此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是連拍到底線到這裡了 所以其實 底線意思是他們有往下走的意思啦 對就是他們已經走到再往下就是G片的寫真了 嗯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小米跟我都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好像拍的太多 他們兩個到底可不可以 已經到這裡了 這一張是已經 嘴巴擋他的GG了 他們嘴上說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還是拍了 然後上面先拍再說 還有沒有 就是這張這麼小張是因為他大腿在這 他GG這樣 G在這 ムラムラですね 剛剛蹲下來才二哥嗎 這個是那個弟弟啦 二哥是抬頭在享受的 就大家如果買這本 如果你真的把他帶回家了 去哈利南海的網站把他帶回家 你會看到弟弟的奶跟二哥奶 基本上是疊在一起 然後塞滿整個畫面的 其實小米 怎麼可以這麼撞啊 小米跟 戀啊 小米 小米跟那個弟弟的屌包那些 也都是該貼的就是全部貼合 因為其實其中有幾張是 他沒辦法拍是我要拿的鏡頭 我透過鏡頭中看他們兩個在 就是完全是兩個屌包這樣貼住 那這份工作有讓你久違的覺得快樂嗎 喔你剛剛說我放鬆 就是Party至於放鬆 其實我覺得我有點小小工作狂 就是完成這些事情的成就感跟 完成這樣產出來我覺得就是開心的 就完成了一個我覺得自己心目中想像的 就這樣的故事 的作品 了解了解 你自己未來還會再出第二本嗎 當然不會啊 大製作人 no no 除非出現一個就是非常值得的人 不然我說這個 Hugo啊 Hugo也要發展一個情愛的純愛故事吧 Hugo直接拍戲 Hugo也要拍純愛故事了吧 你也想演 我是要拍MV的 背頭然後看很久 然後B卷是 怕不怕被拒絕 然後就 我好怕 我超怕 然後眼睛就這樣一直這樣扎 然後就閃爍 然後眼淚就這樣落下來 或是說在跳大帕的時候 第一排就做了自己的 之前曖昧對象 就是分手對象 這有發生過嗎 有 第一排曖昧對象是在跟人家喇嚇那種 我有一個是 好這是我自己的 就是其實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是住在北京的 然後呢 我們在疫情前就分手了 可是我們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彼此都還蠻喜歡彼此 然後也是會一直給彼此正能量的狀態 然後分手之後呢 他可能就是也覺得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段感情吧 就對我開始有點就是冷淡 但我基本上每一年他生日我都會跟他說生日快樂 然後直到過了四年後 就是疫情比較恢復之後呢 我在Pattaya的舞台上 然後跳跳跳的時候 他就突然出現在台下 所以真的就是在我正前方 然後我當下是有一種 我好久沒有見到你了 我好多話跟你想講 可是我現在表演要表演完 對 但是因為後來我們表演完之後 我們有就是在回房間稍微聊個天 就是問候彼此最近怎麼樣還好嗎 他可能也是覺得太久沒見到我了吧 他就是抱著我然後對我說我很想你 你故事的情緒都好重喔 對啊好濃烈喔 然後他就是說我知道我們可能不會再在一起了 但是我其實都一直有在看你的IG 我覺得你只要過得好我就開心了 不行了不行了太多情緒了 我快hold不住了 對啊 這個其實情緒跟在這次的 太深情了有一點不太適合假扮日子的調性 這些情緒呢 那跟我們這次的新的寫真2.164是一樣概念的 歡迎大家去我們的嗨男孩網站購買 是 你倒是拉得回來了嗎 我就是拉回來 那2.164是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東京跟台北的距離 台北到北京距離可能是3.784之類的 怎樣第二本了嗎 第二本了 看你第二本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已經跑過一輪了 其實不太難 重點是 重點是要找到一個螢幕上適合 如果Hugo要拍 一定要我覺得很match的人 不然我就覺得沒有必要硬拍 因為他以他的知名度跟狀況 他不需要再做這件事情來 把自己捧更高啊 那等級太高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撇開任何的條件束縛 你覺得線上就是無論異性戀同性戀 或是有沒有在做狗狗 你覺得有沒有台面上哪個人可以跟Hugo這樣配 或是稍微壓住他的 壓住他 感覺你好像是個什麼猛獸一樣 他是猛獸啊 壓住他 你是說哪一種 那個氣焰 或是說光彩 就是可以相得益賞 不會被他壓住的 拍照就好 對 就是如果是要拍這一系列的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滴滴找到二個 因為無薩跟他就會有另外一種狀況 是無薩是高的 他是小隻一點的 然後會有一種 可是我覺得他們兩個沒有很match 我覺得剛剛在想 好像就是 或許一些你知道小奶狗型的 拍起來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野獸與小奶狗 你滴滴可以嗎 可以啊 你也愛滴滴 可以 像什麼林嘉誠之類的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不同派的嘛 我好像很難找一個搭配的 你們剛剛說的 我可能會取向於 如果他真的要拍 我會找一個小奶狗型的 就是年夏公 就是他 反差感 他原本是就是天KK的那個人 然後但是他弟弟可能 在拍情欲的時候 反而是弟弟突然壓制他 那那個弟弟還好是那種奶奶白白 奶頭要粉紅色那種 然後肌肉很晶瑩剔透那種 我覺得身高還要比你矮 就比他矮嗎 我自己內心在想 差不多 因為我就覺得這樣的話 就會有種 你知道就是下課上 哈哈哈哈 but anyway 就是目前沒有這個人的臉出來 中文廷會開發到的 歡迎大家私訊到我們的 甲板糖果社群裡面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Hugo跟誰搭配 會真的插出愛的火花 居然我們這一集最後的提問是這個 對啊 我也蠻好奇的 對吧 那最後就是再讓我們肯尼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本書怎麼樣購買 然後還有哪些區域是可以買的 畢竟這是台灣出品嗎 這本書主要會在哈利南海獨家 目前是獨家的上市販售 然後基本上會在9月9號的時候 開始寄送在各個國家 所以只要是亞洲基本上都寄得到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對基本上都寄得到 今年還會有一個實體活動 為了這本書對不對 目前確定就是同志遊行的前一週 弟弟會來台灣 先跟大家見面活動 對 然後至於詳細的地點 我們就之後公佈吧 應該是會在18、19、20那一週 就那個週末 可能應該是在我們熟悉的一些地方 大家不用擔心 不會跑太遠的 對就是在西門町的部分 內疆街 344號 哈哈哈哈 好難聽喔 對 之類的之類的 好的那Hugo 最近有什麼新的規劃嗎 我最近有什麼新的規劃 我覺得我 我目前的規劃是我明年會搬去上海 哦確定了 嗯 我可能會搬去上海學甜點 想轉換一下就是 就是下一步 因為GoGo其實就是跟運動員一樣 他會有一個年齡的上限 他現在是最高的狀態 可是如果他譬如說在做5年 就會不是在他最高點結束 就是講白天你是見好就熟 但也好有一定有一個新的興趣 然後可以往新的方向去發展了 對啊 其實現在很多GoGo也開始在做副業 對對對 開餐廳的啊 當助詞的啊 對 之類的 當然所以最開心的就是 我們也希望接下來有機會 可以幫Hugo配對成功 這也是我們節目的下一個計畫 你們有配對節目要 有啊 他已經在問我了 對啊 都要跟你說 最新的叫甲板獻殷勤 獻出你的真感情 yeah oh really 那我覺得肯尼要先上去 因為他半生9年 你也是有在久的耶 可以耶 9年很難找啊 這邊為大家科普一下我們最新的節目 甲板獻殷勤 用聲音獻上你的真感情 沒錯 因為這個節目其實是我們已經 規劃滿久的一個配對節目 是 一直在想說有沒有辦法就是做一些 跟專訪不一樣的內容 然後又可以貼近到一些帥哥 貼近到一些就是 迪克真的貼近太多了 因為我們這個甲板獻殷的這個配對節目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夠多的這個帥哥母數 對 他叫魚池 魚池 對這樣的話我們想要來配對的人 才可以依照他的戀愛模板 戀愛標準去篩選出適合他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必須要有這些 不錯的帥哥名單 而且是想談戀愛的 對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地方是 我們欣賞每一種外型的人 你可以有很多種樣貌 你可以有很多種個性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有很多種情愛關係 你如果是開放式關係 我們也非常歡迎 如果你單純想打炮 我們也覺得很讚 如果你是賽的話 我個人還好 但是別人可能會很喜歡 所以我們希望做各式各樣的情感關係 然後目前呢 在這個現階段 我們已經錄到第二集去了 所以第三集呢 如果 如果你現在是開放式關係 想找第三人的 或第四人的朋友 趕快私訊交半日志 這個主題真的是非常的嚴苛耶 對 對 因為我很希望我們的這個可愛主人 就是要來配對的人呢 可以一口氣有兩個變可愛主人們 聽起來就超級可愛 哈哈哈 報導這個心情 希望如果你是開放式關係 可以爭取另外一個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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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人的話 趕快來私訊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你最佳的機會 沒錯 因為大家都會說什麼 我們要找什麼有趣的靈魂 然後還是看外表 我想要用這個節目證明 大家 真的是看外表 哈哈哈 我就問你 找魚屎的標準是什麼 就你個人的喜好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找很多樣貌耶 我真的找很多 反正都是我喜歡 我可以做愛的 我的來賓 你有想要聽這些答案嗎 哈哈哈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心知肚明 我覺得沒有 大家都覺得說 狄克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我覺得我在不斷的洗掉 我的這些以前的壞形象 OK喔 先拭目以待 好 我們這個節目呢 將會在9月4號 或是5號 Gave天的緩衝期 是 上下 然後我們會有影像版本 也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都可以多多支持 多多分享 那如果 如果你是想要報名的 也可以私訊 加班日志的IG GuessLogbook 加入加班日志的魚池 對對對對對 當然我們每一個階段 都會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標準 所以 如果你這次沒上的話 也不用擔心 我們總有一天 如果這節目長清的話 就會錄下去 是是是 但這單元如果就完了 就完了 所以還是要靠大家多多支持 跟分享 沒錯 好那我們節目到這邊 請大家接到各大Pocket屏幕 訂閱加班日志 跟我們IG GuessLogbook和安迪的 WSJ0309 我個人是FONG 一直是VC 請大家多多多訂閱我們囉 掰掰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是